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們今天可以來看一下它的邏輯是什麼 所以這裡標題就是 Taiwanese being lured to Cambodia for illegal work 所以to Cambodia你就知道 原來柬埔寨的英文叫做Cambodia 可能你連這個都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柬埔寨Cambodia Lure這個字剛說了就被誘拐去 其實有一個詞叫做er bate這個字就是er 魚耳那個er 這個字也不錯 如果說今天多講一個片語的話 有一個詞叫bate and switch 就是拿一個東西來當做er 把你誘過來之後把那個東西換掉 例如說有一個朋友他最近 他已經又搬走了 他搬到桃園的一個 就從家裡搬出來 就搬到了桃園車站附近的一個地方 在591租屋網上看的是一個樣子 就到了現場靠北根本不是原來那個照片裡的樣子 然後中間就說 那間現在正好被租掉了 所以現在是另外一間 所以用照片來騙你到這邊 然後準備簽 結果實際帶你去看 就是另外一間 這個大概就很像我這裡在說的 bate and switch 用這個來bate你過來 然後把它switch成另外一個 然後說這個你要不要 bate and switch 順便多講一個這個詞 我們看一下裡面說些什麼 這邊是講到一個 好這邊說 我們就不要講這個立委是誰 反正印曉薇 這邊新聞講的是他提到的是他 開一個記者會吧 大概是alerted the public 所以警告社會大眾 to alert somebody to something 所以這個to的介系詞 所以我就警告你要注意這個東西 所以alert公共大眾to這件事 she alerted the public to a spate of recent incidents in which Taiwanese have been lured to Cambodia with promises of high paying jobs only to be forced into illegal work and held in the country against their will 光這第一段我們就可以這一集講完了 OK 因為裡面有一些很不錯的片語單字 所以他警告社會大眾什麼事情 to後面就是我們沒有補充完 to a spate of recent incidents 所以這個a spate of something 就是一堆的東西 你看我這裡也可以說 to a lot of recent incidents 對不對 to a host of recent incidents 所以這裡說 a spate of something 就是這是一個兩詞 所以一連串的 很泛濫的 所以警告社會大眾要知道一下 這些很泛濫的 一連串的這些最近的事件 recent incidents 什麼 incidents 所以在這些事件中 所以用了一個關帶的那個in which 在這些事件裡 那在這些事件裡怎麼樣了 後面就主持動詞 台湾ese have been lured to Cambodia 所以台灣被騙去了 偏不在 用什麼來騙 所以用with接下去 with promises so你們被騙去了 Cambodia with promises 用承諾來騙你過去 什麼樣的promises 用of再接下去 所以promises of what high paying jobs 所以這裡我們就馬上來說一下 為什麼是high paying 有沒有high paid 也有 這樣說好了 如果說你是一個薪水很高的人 所以你是一個individual 你是一個employee 你是一個 你甚至是一個officer 你是一個high ranking official 或什麼這些的 那所以你如果我要說你是個高薪的人 那錢就是付給你的 你是被付錢的 所以I am a high paid employee OK的 I have a high paid position in the company 所以一樣 所以我要描述的是 我的工作 我的位置 我個人自己 I am a high paid individual in the company 都可以用high paid 因為這些東西是被付錢的 可是如果 你擁有的是一份 付了錢很高的工作的話 那個就叫做high paying job OK You have a high paying job because the job pays you money 所以這個job是主動的 而你的position是被付錢的 你是一個employee 你是被付錢的 所以再強調一次 high paid employee high paid individual high paid official 所以他們是被付錢的 而工作是付錢給你的 是主動的 so high paying job 大家理解了 所以回來這裡 就的確是 with promises of high paying jobs 事實上我更常看到 high變成highly high paid也是有 highly paying倒是沒有 我只能說這是我會見到的一些其他的版本 我甚至也找過high paid 跟highly paid 有沒有不一樣 似乎好像差不多 but don't take my word for it 如果你有興趣自己去多找一找的話 be my guest 然後到這裡之後 鬥點以後only two 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也是我在上文法課的時候 文法書裡面特別提到 要跟學人講清楚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是什麼 這個劇情結構是 你前面先講了一個句子 講到一個底部去 然後鬥點後 不用連接詞 直接接一個only two V 就是一個only不定詞 它的功能是來表達 你做了一個什麼事情 結果卻怎麼樣 OK 我用一個別的例句先來示範一次給你看 我把我全部的積蓄都投資進了這家公司 買了這家公司的股票 但是卻看著它竟然倒閉掉了 所以我的股票全部變成了幣值 So I invested 投資了 All my savings into the company 就這間公司 I invested all my savings into the company Only to see it go bankrupt in a week 結果它在一週內竟然就給我倒閉掉了 所以only to see it go bankrupt 所以這後面應該就 結果卻看到它一週內就倒閉掉了 So I再度一次給你聽 I invested all my savings into the company Only to see it go bankrupt in a week 所以這邊剛剛這個句子 台灣人被騙去了柬埔寨 Right They have been lured to Cambodia With promises of high paying jobs Only to be forced into illegal work 結果卻被逼著 所以only to後面接著是一個被動的結構 結果卻被逼著 Only to be forced into 被逼著幹嘛呢 Into什麼呢 Illegal work 非法的工作 而且還被綁在這個 灌在這個國家裡面 而且是在自己不情願的情況下 在沒有意願的情況下 被灌在這個地方 So and held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Only to be held And 後面接著held 跟前面的force是平行的 所以都是被動的 So only to be forced into illegal work And only to be held in the country Against their will Against their will 是什麼東西啊 will這個詞就是意願 所以在你的意願的相反下 這個片語其實非常常見 非常常見 OK 我們可以再換一個內容 事實上我看到第一次 對這個片語感到熟悉是一個笑話 那個笑話是 我不要講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人開玩笑說他在他的國家 把人家綁去結婚是很常見的一件事情 然後他把這個笑話拿到美國去講 美國人聽到的下巴都掉下來 蛤?在你們的國家竟然這麼落後 還可以綁人去結婚的喔 就像鄉下婦女之類的 所以然後他就講了這個笑話 講完這個笑話 那個鄉巴了 美國的那個redneck 他就講給他的朋友聽 You know what I just heard? This guy told me that he once held a woman against the well and walked for three miles 什麼這些的 他有一次把一個女人 就是這個女人很不情願的被他架在肩膀上 然後走了兩公里然後逼他結婚 So he once held a woman against her well 所以就是這個片語 OK所以在這個女生 啊!踢打的情況下 竟然可以把他扛了兩公里外 然後包去硬給他結婚掉這樣子 不好笑喔 對不起喔 反正我就是憑印象來去補充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against somebody's will 就是在違反這個人的意願的情況下 所以這邊再說一次 So they were forced into illegal work and they are held in the country against their will 好所以在沒有意願的情況下 在那個國家待著 OK 好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看到幾個片語說的是 很不幸的是我們好不好救這些人 不太好救 所以你看這邊有說 想要去救但是這些努力 所以 所以他的確說有這麼一些 想要用一些比較廣的 比較 比較broad 所以a broader investigation 想要更進一步調查 調查這些犯罪組織 但是這些調查卻被有點 就是被扯後腿 so the broad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eld back 所以又被人家往後拉 為什麼呢 被什麼東西扯後腿 就柬埔寨跟台灣缺乏了正式的邦交關係 by the lack of 所以被什麼 by the lack lack就缺乏 of something of what 什麼的缺乏呢 正式的邦交關係 formal diplomatic ties 所以這個diplomatic ties 就是很常看到這種外交詞令 就是你跟人家有一個正式的外交關係 OK 好然後 接下來他就用了一些描述來描述 到底怎麼騙去的 所以根據這個印象為 the fraud rings the fraud rings fraud就是詐騙 這個ring就是那個集團 所以你不要想說ring是圓圈 可是他也可以是犯罪集團的那個 你可以想像的是一個circle 這樣子 好所以the fraud rings often invite applicants to interviews at expensive venues in Taiwan 所以他通常會邀請這些申請的applicant 來幹嘛呢 來訪談 來這個面試 to interviews 在哪裡 在很昂貴的一些venue 例如說I don't know W hotel之類的 所以你確實覺得 我在W hotel interview我 所以可能這個真的是可以 有很高薪的工作也不一定 就會被騙了這樣子 這很像那個tinder swindler 就是那個tinder詐騙者 如果你有看那個netflix上 曾經不是曾經 現在應該還在 有興趣去看的話 他會把女生帶去吃好料 然後女生就會充分的相信 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然後愛上他什麼幹嘛的 好anyway 所以at expensive venues in Taiwan after gaining their trust persuade them to sign exploitative employment contracts 所以在得到他們的信任之後 得到信任有的時候 用的動詞就是gain 所以這裡是動名詞 就是after gaining their trust 得到他們信任之後 persuade就是說服 OK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這個字 disweight 所以有persuade跟disweight 等一下再看disweight怎麼用 所以persuade是說服 所以他們簽一些很剝削性的一些員工合約 exploitative 所以exploit這個字 就是剝削 OK形容詞就變成了exploitative exploit 但還有一些其他的意思 像例如說你鑽一些什麼漏洞 那我鑽一些遊戲漏洞 也可以叫做exploit 名詞是exploit 那還有像是你的冒險的一些行為這些的 也可以都叫做exploit 好這個就這樣 alright 所以很剝削的員工的合約 那就只有到當地之後你才知道靠北我被詐騙了 所以只有到什麼什麼走 所以一個強調劇的結構 It is only after the prospective employee arriving in Cambodia that they realize it's been it is a scam OK 所以after the prospective employee 就是你本來是要去當員工的對不對 你還沒有你還沒到之前還不算 所以你算是他們的一個 prospective employee OK好 然後呢來我們就看一下在這裡 所以我們的政府能做的有些什麼東西 就是你在海關你要去柬埔寨的時候 海關可能會問你一下說你要去幹嘛 他說我要去工作 啊小心點喔 所以政府能做的就只是勸阻一下下而已 那他真的不能阻止你去嗎 因為我們台灣是自由的地方 你不准去你會被詐騙 來來來把這個人帶到旁邊關起來 不會嘛 We can't do that 所以這時候姻小偉就有點抱怨 有點點愧嘆說 所以他用了一個詞叫做lament OK So she lament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mainly focused its effort on dissuading potential trafficking victims at the airport from going to Cambodia OK Yes 所以他就窺探著lamented 政府呢主要就是focus他的努力在什麼地方 had mainly focused its efforts 所以mainly主要focus專注著 efforts努力 在什麼方向上 Dissuading potential trafficking victims 所以trafficking就是這個人社集團的trafficking 所以像我們講說human trafficking就是販賣人口 你也可以說human smuggling smuggle的意思是偷偷夾帶東西闖海關過海關 或者進一個國界 所以human trafficking human smuggling都是人社集團 也可以換成毒品 所以你也可以用drug trafficking drug smuggling來說販毒這樣子 OK 好所以我們只能做這件事情 Disway他們 不要去啦 那假的啦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功成名就就在這一次這樣 我記得臉書上很多人會po這樣的笑話 手機已經留在機場 手機已經留給家人 這一次去就是要好好的賺錢回來之類的 我講的不好笑對不起 好啦anyway 所以講到這其實也差不多了齁 最後兩個字大概就是像odio這個字 ok 就是說很多的victim其實根本也並不是 也並不是真的是很無辜的去 因為有些人是放手一搏 這裡說的是你看 While some of the victims of the scams may be innocent Others likely have prior fraud or drug convictions 所以雖然說這while they find 雖然雖然有些人可能是誤辜的 但是其他的一些人 卻可能會有一些先前的詐騙 或者甚至是用讀的前科的紀錄和這些的 所以這裡的conviction就是曾經被定過罪 OK被定過罪 所以我常跟同學補充一個詞 就叫做exconvict exconvict 就是有前科的人 所以我們的更新人 更生人 不是更新人 更生人我們就可以叫exconvict 所以他們可能這些人都有drug conviction 或者有fraud priord 先前的 所以使得他們就更沒有意願 來去回報說 哎呀幹我被弄成這樣子 so making them less willing to report their audio to the authorities 所以audio就是你經歷過的這個苦難 大概是這樣子翻譯吧 OK 好啦anyway講到這一代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